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体验 就是你待家里吧 横竖都是一死的这种感觉 第一天是宝贝 第二天呢就是儿子 第三天直接变成小兔崽子 第四天就是滚 别跟我讲同一个世界同一款爸妈 你们仔细想想肯定也被这样对待过 哎在家坐着说你懒 在家站着说你晃悠 你不出门吧 叫好吃懒做游手好闲 你出门吧 你就是野孩子小王不淡 天天城市历险 心情好了说你嘚瑟 心情不好了 我上吊了他还以为你在荡秋前 我就躺着看个电视啊 这又不行了 非得给我赶起来 就好像我活着挨着了父母似的 究其原因啊 主要还是在家里待时间太长了 而且母后有一个天赋 你帮他打扫吧 他觉得你打扫不干净 好那都给你来 哎他又觉得你不帮他打扫家 就你横竖是一死 高低你都活不出去 越干越烦越烦越干 逐渐转化为怒气质 而我就是那个出气挂件 为了我的杨兽着想 我给他个好东西 早点干完 早点算 120度的高温蒸汽清洁机 什么难清理的都不在话下 像这种千年老煤气灶 再配上一个刷头 别管这煤气灶上包的什么酱 都能很轻松的清理掉 高温纳米级蒸汽 对付这种顽固 无资简直太简单了 当然都120度了 更是可以用来除菌除满 像平常枕头和衣服里 生存的各种满虫和细菌 就这么说吧 直接都熟了个屁的了 完了弄巧成拙了 这干完活更有时间骂我了 真的各位回家适量保持距离 唉当对方不爱了吧 你就连呼吸都是错的 对方不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